非常高兴 今天我有幸请到了 咱们CED界的前辈 大专家何元军先生 我也很多年没见何先生了 我今天想着 我看06年最后一次参加国内的大会 就是在那个会上06年了 说起来都16年了 好久没 因为微信上跟何老师还是有联系的 就跟何老师把我今天想报告这个事 跟何老师汇报了一下 何老师非常关心 然后就在他徒学的会议上 就跟大家也说了 我就索性 我说反正也难得 因为这么些年 有些老朋友都知道 我一直在捣鼓公司 但实际上 我们真正在这个领域 要生存要发展的话 很多基础性的东西 你是绕不过去的 我虽然没有按照高校的要求 写那个SI那种八股 但是基础研究我还是很关注的 所以今天就是这个会议主持 就请何老师主持下这个会议 好 这个陈老师 我给你们共享一下 各位老师 今天很高兴我们请陈宁教授来讲一下 关于CAD的几何引经方面 就要是求解期的一些理论问题 他们在这个最近一两年的话 对这个理论问题有所进展 我介绍一下陈老师的基本情况 陈老师的话呢 他是华中科技大学的一个教授 曾经呢 担任了这个国家智能设计 和疏控技术创新中心的副主任 2004年呢 得到教育部新世纪的优秀人才 在135科技部的高性能技术总体专家组里面呢 他也担任专家 2022年呢 是协中组部的万人计划 他主要呢 就是在工业的基础约结上面 一直在理论上面进行一些探索 而且把这些理论的话呢 复具实践 那么今天呢 请他讲一下 他在20多年来 这几乎要是求解啊 都提系统统力这个方面的一些 理论方面的一些研究 因为现在国内的基础纪 伏助17角色业的纽结的研发的话呢 搞得比较热乎早天的 所以呢 今天请他来讲一下这个 在基山及辅助设计方面的一些基础技术 很有幸的 今天我们又找到了很多的这个 大概现在成员说是 99家 100多 中国99家以上的 这个成员来参加了 什么有幸的 我们看到了 我高兴的看到了 我们台阶优务院士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哈 还有呢 一些CAD的 比较早的 参加CAD 研制 开发 我里能研究的这些 这样一些老同志 那么还有一些中年的就是 我是跟陈老师讲 我说你是所于中年的 还在第一些干活的 像我们这种事情 退下来 因为我跟陈老师大概 他是64年 我是45年 像差不多20岁左右 所以那今天这样 先来请陈老师讲一下 他的这个理论方面一些进展 我觉得我们高高兴的CAD的话 首先要把基础 要把理论讲 搞清楚 这是第一个事情 那么第二个的话呢 这陈老师 这个讲完以后的话呢 我们在 在那个 在对CAD 高兴CAD 然后开展方面 我们做一些讨论 这样今天就这样两个女神 现在我们有请陈老师 开始讲解 好好 我马上共享一下 共享屏幕 共享屏幕 就是共享你那个PPT就可以了 对对对 这个我的PPT写的比较简洁 首先说 这个我谈不上 有很完整的一些理论 因为有很多细节的东西 也很繁琐 我呢就是 主要是还是结合这个 我是 谭老师是比较知道我的经历 这个从当93年开始吧 就投身到CAD 当时这个8595 那个那时候国内CAD的研究啊 还有一些系统的开发 那时候还是挺令人怀念的啊 令人怀念的 所以呢我这个 我就把我 把我在其中的 因为我现在 做涉猎的领域 还不仅是 不仅仅是几何约束这个事了 因为我讲的过程中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 其实我现在回想一下来 陈老师 你把它播放我 好的 好的 我就去这个题目吧 我先 我先 因为我个人呢 看到了吗 能看得见吧 何老师 我看到了 好 好的 看得见 我玩那么多 我这 什么也没有 就说 我 我 这玩不摔了 我这 需要产品经营一下 这个有 对是哪里有 有有造声啊 那呢 快抽屁去吧 这一堆的 我们 我们 我们在观众席里面 希望你们 希望你们全部 敬意一下 好不好 好 是这样 这个 因为我 我个人来说 实际上 因为 应该说 一直也在大学 我个人还是 非常重视 这个基础的 这个 所以在08年 我在送我的 这个团队 到苏州的时候 我当时 就写了这么几句话 基本上 就是这么些年 这么些年 一直还是 为了生存 当然什么活都干 第二 为了理想 这个还是把基础性的东西 还是放在很重要的位置 就是这个 不能放在基础 创新 源头把握 高端切入国际比肩 供应未来 2008年 同言济语 这已经14年过去了 我觉得 尤其在今天 我也跟我的团队反复 再说 不能因为这个热了 我们就 为了追逐一些热点 就是忘了我们的根本 还是不忘初衷 CED这几年 应该是举国都很重视这个事 但是CED这个事 是个老话题了 如何创新 我想我们中国人 虽然工业软件相对落后 但是有时候 我们编证的去 看待一个问题的话 我们有一个优势 第一 我们现在在中国创新的时代 这个是真的 在真的已经到来了 第二 我们有幸 在我们基本上 还有很大空间的时候 我们可以回望CED的 60年发展 再来看看CED的 技术的 从哪里来 然后未来到哪里去 我个人 我也是今年 因为CED大家都谈的很多了 我是从我个人的 经历和视角 来谈一下 我觉得前面第一轮技术创新 主要还是在几何空间 我想 这个我们想 从61年的萨索兰 那个交互式贵头版 这个推动了 整个计算机图学 这个计算几何 等等这种发展 这个成就 我想就不必多说了 但是 CED技术到2000年之后 很明显的 其实上91年的时候 80年代末 90年初 美国国防部当时在布局的项目里面 就是它的重点是在多学科上面 也就是说 从91年到2011年 我这个段代划分 我也是有几个重要事件 这个91年 在应用数学上有个成果 这个一下就推动了多学科技术的 这个在数学上的一个支撑点 那么到了11年 大家知道 这个从06年开始大谈的这个信息物理融合 到了11年就演变成德国工业4.0 那么在这个20年时间 可能数字化设计的增量式的创新 不是那种需求牵引的创新 这个理论上的创新 可能主要是在状态空间 如何解决多领域多学科的问题 那么我个人在2001年 也是意识到在CAD这个方向上 在基础方面 好像一时看不到有太大的理论的进展 虽然我们落后 但是那个时候我自己反思一下 可能要暂时把这个状态 几何空间的东西放到一边 去能够在状态空间 这一波创新里面能够及时跟上 所以在从01年开始做基础研究 到08年创立同源软控 这个就是 那么从12年至今 我想这个从未来 我们的CPS这个东西提出 是完全是未来的智能社会 智能工业 智能装备 那么最后推演了智能设计的一次 就时代性的一次 一个划时代的一个挑战 因此呢 我个人目前我观察到的 国内的国际的同行 以及国内最先进工业的 那个层次呢 的这个技术创新需求来看 就是把几何空间和状态空间 融合 它的背景就是 一个面向CPS的速度化设计 应该说 它会是以智能化为主 在整个产品全生命周期展开 而且在这一轮里面 会产生一批 具有范式意义的一些成果出来 这个呢 我觉得也是我们国内现在 不要 除了要补CD短板之外 还要看到 现在正在发生的事 那么呢 国内呢 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 就是其中有一个 我觉得我在当时 那是18年冬天吧 林雪平赵敏就发的那篇 什么志尔黎明镜悄悄 中国工业失去 工业软件失去的30年 我当时觉得 其实呢 我当时就 就到北京去约见了赵敏 我说这个观点呢 我个人完全的 不太同意 不同意 就是我们呢 如果从实域上来看 我们不能因为我们CD的落后 就会认为 我们什么都不行 我们应该从长周期来看 从我现在的感受啊 和能看到的 我认为在第二轮技术创新 和正在发生的第三轮技术创新 实际上我们国内 无论从需求牵引 因为中国创新这个是个 这个是在中 在整个国际这个工业界来说 是需求最往生 无论从需求段来说 还是从我们的理论基点 其实我们中国 何止是制造大国 实际上我们在理论研究方面 也是全产业链的 我认为在这个阶段 我们其实不输老外 甚至呢 第三个阶段呢 我认为中国的工业软件 应该可以做出几件引领的事 就是我 我还个人来看 还是比较 比较看好我们这个领域的 所以我也鼓励更多的人 能加入到我们这个 中国工业软件创新的这样一个 一个伟大的实践活动里面来 但是呢 话说回来啊 CED是绕不过去的 这个我在武汉疫情期间 我那时候很郁闷 有一天 然后就基本上郁闷 大家每天喝一瓶酒 也没有菜 就是那郁闷 这是我当时突发奇想 我说对酒当歌同源几何 就是说这个 如果我们在几何空间上面 没有自己的 东西的话 可能长远看 会脱落我们后面的创新 所以 从20年之后呢 我这个 当然也是19年 工信部 组织高质量发展的 专项里面也关注CED了 从那时候开始呢 对业内的朋友也有 也有这个需求 我就把这 我的这个几何约水引擎 这个事又捡起来了 那么遇到疫情 所以这疫情对我来说 还是个好事 基本上就是 没有条件在外面瞎跑了 就就这几年主要是 这两年主要是关在家里 来重新梳理一下 几何空间的事 因为从技术发展来说 从我个人来说 要实现两个空间的融合 以我现在的研究来看 如果不对CED的 基本的一些东西 做一些思辨和批判的话 两个空间的融合 恐怕也很难走得很顺 这是 我说我先大概跟大家 再报告一下我的心路吧 我想搞CED呢 其实它全称的 叫计算机辅助设计 但是如果说 我们浅显的把CED理解成 就是现在的这个 二维绘图三维造型的话 这个可能就忘记了一件事 实际上CED之父萨斯兰呢 它其实还有一个命题 就是设计的根本问题是什么 设计是 它设计的根本是 约束满足问题 这个 我后来有几年我想 萨斯兰他当时 不过是个博士生啊 他何来这么深刻的认识 那么后来我也看了一些 人工智能的发展史上面的东西啊 这个 突然发现这个约束满足问题啊 是当年达特茅斯会议上的一派 也就是说 在第一轮人工智能 那个清起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 它有些思想方法 应该影响了当时MIT的这个 萨斯兰 所以呢 我个人的研究呢 应该我是比较崇尚 因为我本人不是学计算机的 也不是学数学的 对吧 我还是学机械工程的 因为在机械工程里面 我又归属在设计学方向 所以我个人一直是把设计是 约束满足问题 作为我的研究的出发点啊 那么这 从这个问题呢 其实到了74年的 Taging 提出这个 深度优先搜索 紧接着呢 就把图论中的 这个有项图的这块就完成了啊 那么在这块呢 其实就这个 这个技术呢 很快就推动了我们CD的发展 这个我想 在座的很多老师 都是非常清楚的啊 其实在2000年之前 我个人的重点主要是在左侧 就是面向CD 虽然我 当然在 在我到华工之前 我是侧重在机构学 和这个多体动力学方面 在我现在把它称为 变远的这个方向 那么01年呢 同样 所以现在看来 从数据设计来说 这个约束问题啊 它不仅仅是在 它不仅仅是在CD的这个什么 这里有需求 它其实上 同样在支撑着 第二轮的技术创新 也就是说多领域物理统一建模 这个方向上的创新 同样都是解放城 它无非加了 加了这个查微分 微分袋数啊 再加了一个 面向对象的 一套成熟式的表达语言 就这样 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说 我个人呢 从 如果按照这个角度来分析的话 其实我对自 对目前 我们已经把它奉若 端上神坛的 现在的 几何约束引擎和 几何约束求解器啊 就是这个 Parasolid和这个 DCM的 对这两个东西呢 站在这个角度 我个人一直是觉得 它应该也有所发展才对 否则的话 如果放在第三轮技术创新里面 现在的知识 是有问题的 也就是说 现在的CAD 现在的几何引擎 它没有从系统的角度 去分析CAD 或者说我们讲 比瑞普 它就是个Structure 只不过说这个Structure呢 复杂一点 它也是 就是个静态的东西 它不能称之为一个系统 按照系统论的观点 系统 是由它的 多干要素组成 而且这个要素之间呢 是有关系 然后这个要素之间呢 之间 它在这个关系中下 它可以相互作用 呈现出动态的某种特性 它实际上 按这种方式理解的话 现在的CAD 在我看来是个静态的CAD 实际上拥有这个观点的呢 我们老CAD都知道 我们现在CAD发展到今天 我居然 还是ProE带来的 二维约束草图 三维特征造型 这么个过程 所以说 而三维特征造型 这个东西呢 一开始 其实上很早就 有人就质疑它 就是说 从人工智能的角度 ProE这个东西 当然 九十年代初 它推动了CAD的发展 推动了这个CAD走向工业界 但是从今天来看 从人工智能角度来说 这种基于过程历史记录的东西 是不符合人工智能的第一特征的 也就是说 必须是成熟式 所以这个问题呢 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呢 是当年两千年之前 我一直很佩服的那个公司 叫做SDRC Master Ideas 我们老CAD都知道 当年是做得很好的 而且这个公司 如果这公司还活着的话 我们现在什么CAD CAD的融合问题啊 那会解决的很好 因为这个公司的名称啊 就叫 结构动力学研究公司 它在动力学方面是很牛的 你想当年一个动力学的公司 能做出那么好的CAD 但是它 所以它1996年发布了它的VGX计划 那我 实际上它 它讲的也是跟我在博士后面展望的一样 就是它已经开始 它就在质疑这个参数化特征 历史过程的参数化特征造型 但很遗憾呢 它后来被邮寄给应该说是合并了吧 我也不太清楚这个中间是什么样的情况啊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认为现在的CAD 我一直 我到现在 我前不久还又看了一眼这个Pro-E 我真没想到 还是那个样 反正我觉得要我用的话 我肯定觉得很烦 好 那我这个地方呢 就从约束是满 就对我们现在一说这个CAD的基础技术 我就说 我们在学界呢 一定不要盲从 应该对这些东西做一些反思和批判啊 这是我对几何引擎技术的一个评述 反正不对啊 这个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说 似乎有道理啊 学生的基础技术就是这个 比利部加CSG啊 然后它的本质呢 它就是一个复杂的structure 它是几何要素的一个单向的逻辑缩影 表现为一坨指针啊 CSG呢是两坨指针 的加减法啊 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技术这么发展嘛 也没什么好处 但是从今天我们未来的CAD的需求来看 这个东西似乎 这几十年不变的 是不是应该 应该 应该 应该发展发展啊 实际上是 几何实体的本质 它是应该是一个 应该一个 一个戴士托布啊 所以呢 我觉得呢 戴士托布的仪式啊 仪式是这个 Pyrazole的asis这种引擎的一个理论上的bug 这个感觉啊 感觉啊 还有呢 就是 还有CAD的方法论上的bug 因为我们在看看CAD其实 我今儿还在跟何老师说呢 我 我进CAD的时候 我其实 我一直不太想搞CAD 因为 它还是从制造这端开始的啊 这个什么四种样潮啊 最后都是为了制造 然后才有实体啊 所以最后呢 它是先发展的曲 曲线曲面 后面实体 然后再到了所谓的啊 这个大 大规模的系统啊 装配啊 这种 这个是不符合我们设计学的 字顶向下的啊 线系统 我们我们学学学机械设计 哪个线化零件呢 对吧 所以它不符合这个设计方法论啊 这个应该是 好像我们今天在中国要发展CAD的话 可能这个事情 需要讨论讨论了啊 你知道我觉得 刚好在中国的这个系统工程 理论实践的这样的技术体系下啊 我觉得凭借已有的一些 国际比肩的优势 应该可以发展出一个 新的CAD的类别啊 这是字顶向下的系统设计的 CAD软件 应该极可能是中国CAD创新的一个 一个突破口 几何约束引擎啊 几何约束引擎啊 我现在来看呢 做做几何引擎的那一代人 和跟做几何约束那一代人 刚好是差一代 大概是十年啊 刚好差一代啊 这当然这个几何约束引擎 应该是推动CAD走向工程师 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术啊 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对几何约束引擎的 一个一个评述呢 它是对几何引擎 遗失的带受托扑的一次弥补 补丁嘛 总是一种遗憾 对吧 打补丁总是总归是 不是那么完美嘛 所以这个呢 也给我们中国CAD 在基础技术发展上面呢 留了一个口子 这个口子呢 我是十几年前 我怀疑有这个口子 其实今年三月份 我跟大家报告的时候 这个口子呢 我也只是怀疑 直到到了今年十月底 我完成了这一轮重构呢 我觉得当年的感觉是对的 所以说本来呢 上次就说想尽快 跟大家这个报告报告 但是我觉得 我严谨一点 从严谨的角度啊 我这段时间 不满说我还跟业内的几位 也是CAD的 老CAD的朋友 个别的都 都交流过啊 谈了一下自己的一些感觉 还有呢 发展到今天 如果说我们放回到四十年五十年 当年那批创业的人 看到今天的很多的应用场景的话 他可能跟我的感觉也差不多啊 也就是说在我们要按过去的一些 现在大家奉为经典的有些观点去 去看的话 我觉得过去的那些约束理论呢 是缺乏全景式的一些理解啊 我们 我们过去的一些观点是缺乏全景式的理解和把握 还有一个原因呢 我说至少几何引擎 几何约束引擎 那几个大咖 对这个理论就刻骨认识的大咖们都退休了 而现有的技术已经在资本的把持下 已经转了几道手了 形成了垄断 应该没有 完全没有创新 这可能也是我们今天重拾CAD的一个优势 这可能也可以说到一点 其实这就是后发优势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还是要有信心 看到他们的优点 同时看到历史发展到这么二三十年之后 他会还会有新的需求 他们也可能在新的需求下 他们过去认为理论上足够的东西 现在理论上已经出现不足了 其实当年SARC推出VGX计划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当时我就认为 他要抛掉特征 参数化特征造型 所以在2000年之后的几年 我觉得CAD技术最后一次基础的创新努力就是所谓的直接建模 或者说同步建模 因为后来我离开这个领域了 但是这两年我再重新看这个领域 很遗憾就是我当年很看好的直接建模和同步建模 基本上没有发展不说 而且基本上成为烂尾楼了 就是完全就没有推出一个完备像样的东西 这个我其实我也一直想 不是这是为什么 这什么原因导致这个结果 最后一个呢 就是说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说 几何引擎和几何约束引擎 它应该是一体的 如果这个一体的话 如果从系统论的角度 把这个东西融为一体的话 那么将来在几何空间状态空间 面向CPS的新一代CAD的基础理论上面 它就是一致的了 那么这个会对CAD带来 我不敢说 因为目前我这是愿景 至少带来一些新意 对CAD技术技术 思辨之几何约束传播自动机 我在06年博士毕业之后 就想重写一下 就说站在更高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 我一开始就没有把它定为一个约束求解器 我觉得它应该是按系统的角度来说 它是CAD系统应该是一个就像一个电路系统一样 在一个外界干扰或者激励下 它会有自己一种用它自己一种自适应的行为 去平衡外界的干扰 所以说我就当时我认为是一种传播机制 所以就定了这个叫传播自动机 叫约束constant broadcasting automation 从93年起当我96年就开始彻底换下 就定为约束传播自动机 而不是求解器 那么经过这这么多年呢 断断续续做了一些研究 但是现在看来呢 过去很很棘手的一些理论上的问题 现在应该说都得到了一些解决 我20年觉得要用系统论的角度 去重构现在的几何 我就试图要提出一个三元体理论 我这个名称呢 也是跟一些朋友最后定下来的 最后定下来的 交流过 另外呢在2000年的时候 最终就是采用这个奇枝分解的一个 我把它称为叫零空间摄动法 能够不需要迭代的 能够迅速判定 冗余约束 对奇形做了比较准确的判断 在07年 07年 我借助机构学的一些方法呢 或者是多体动力学的方法呢 就是对复杂约束模式呢 我提出了一个 本质上是把迪卡尔坐标和相对坐标 做一个内部自动转换 这个呢就是 这个方法是非常好 就是说 能够把相当一类的过去 我们叫高阶问题 变成半解析解的一个迭代 这个效果也非常好 我把它称之为因为采用了相对坐标的一些思想 相对坐标是分析动力学拉格朗日的成果 所以我说是像拉格朗日记嘛 我这个自己就造了这么个词 叫做拉格朗日迭代 那么2000年之后 今年主要花的最大精力就是要解决一个一直困惑我这个问题 我们都知道在签订系统下一定是有无穷解 对吧 所以这个问题呢 从一开始就困扰CD参数化求解 我印象我最早看到ProE的时候 看他都我就笑出来了 你画一个草图 他会给你假定的把这个尺寸给你标满 他一定要在恰定状况下求解 因为在签订下面的多解问题很挠头 但是没想到呢 这个问题吧 这个到现在ProE还是这样 我真的很差异 我当时对DCM那个最最看好的 也就是说DCM呢 他是最早是对签订域求解 他是做的非常好 在当时情况下 我觉得这个做的确实能把造型过程中的 这个交互的体验感立刻拉起来了 这个确实做的很不错 但是呢 我今年的研究 我是最后一次看这个DCM 大概是04年吧 以后再没看了 当我今年完成这个重构之后呢 我再回头看 我发觉06年DCM被邮寄收了之后 似乎啥事都没干 就在欠约数求解方面 基本上还是那个样子 还是那个样子 所以说现在来看呢 应该说暴露出一些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呢 至少我觉得同步建模技术 如果按当前DCM的水平 那一定是烂尾楼 做他不完备 做不完备也很难 这也算是 所以我今年就提出了这个 在大规模欠约数条件下 如何准确快速的寻找到最小差地域 这是什么意思的 如果我们把一个几何系统 视为系统的话 按照自然界的一个基本的系统的 一个规律就说 一个自适应系统 它在受到外界的干扰 或者激励的情况下 它一定会按照一个用最小的代价 去平衡外界的约束 平衡外界的干扰 平衡外界的激励 这个最简单的是 我们数学力学上的 这个泛寒理论 真实发生的过程 它都是某个泛寒的最小值 所以我就说 今年主要是在这一块 我觉得 我觉得好像 好像找到 取得了一个比较非常大的进步 这个其实我所表达的观点 应该还是比较清楚了 这个我下面 主要是通过实力的演示 跟大家解释一下 现在的这个DCM 因为我最近测试了 Inventor Unship Solidwork Solidage UG Katea ProE 都测了 但是现在看来 在求解器方面 俄罗斯的东西 那基本上 那比DCM 还有距离 所以Katea 我现在就基本不测了 不测了 测了没有意义 没法比 没法说 好 那我下面就把 我最近做的工作吧 用演示的方式 跟大家汇报一下 我再重新共享一下 我通过一些最简单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我前面就试了一下 一个学经济学的朋友 他都看明白了 好像才有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我其他的玩意就不比了 我们觉得做的比较好的 我们把UG和Solidworks拿出来 这个来看一看 好像共享还没搞好 共享桌面吧 共享桌面